我估计也是老板被人忽悠了 我真诚地给老板提一个意见 现在必须要精神斗手 昂首挺胸地走进南昌 南昌 我说了 我又来了 是不是 必须给他安排 南昌的苍蝇馆子 做完了 这种社区店一看 全是老年人 大爷大妈在那吃 稳辣 知道吗 绝对稳 是你给我安排你们吃四个克克吧 我们两个人吃四个菜啊 来吧 南昌的顶级特残馆子 我跟你讲老板推荐的四个菜 大鱼头 肘子 凉拌腰花 不是凉拌的 我觉得这是热拌的热的 热拌腰花 哇我跟你讲 他们这边特别喜欢吃这个腰花 我喜欢吃 你看这个红油大腰拌的 来搞一个 这个腰花脆嫩辣 你看全是小米头 哇 来 再来一口腰花 哇 这个虽然辣 但好吃啊 一点腥味没有 一点腰燥味没有 唯一有一点小虾身 带我晚点给你吃 这味道回锅牛肉 它这个牛肉是炖了之后再来炒的 很软 很转 有辣味 但是不是很辣 很浓郁啊 这味道 你来尝一下这个牛豆 好吃吗 它牛肉过得特别好 哇 那种肥的筋 算是这家是太辣 但是它非常好吃 它有辣 鲜 咸 对吧 不像之前我们吃的那几家 只有咸辣 它这个有鲜 有複合味 你知道吗 它这个牛肉 又有青椒的香 又有小米辣的辣 哇 哇 我刚吃到这个青椒好辣 哇 我还以为这个青椒不辣 哇 这个牛肉干方一绝了 我跟你讲 对 哇 再来给你 这个牛肉拌饭真的爽了 哇 嗯 哎 搞辣鱼头 辣鱼头 辣鱼头 非常地香 鲜嫩 还有鲜又有辣 哇 鱼头特别鲜 哇 这个豆腐脆的 啊 好怪啊 第一次知道这种口感啊 脆豆腐 嫩滑脆 就是它这个豆腐很紧实 我说的最是那种很紧实啊 就是QQ弹弹的那种 看到吗 最后一道 万中七代的凉拌肘子 搞成凉拌肘子 来 嗯 它这个肘子啊 是卤了之后来淡淡水 但是啊 没怎么发 有点韵了 我们二肘子啊 一入嘴 一说就来了 二肘子啊 很有嚼劲 有点空谈那种 所以对我来说呢 它有点硬啊 对吧 哎 粉太多了 我想加一粉 牛肉都加不了 加不了 老板说了 来不及了 再搞碗饭 把这儿牛肉吃了 最后再搞一碗 牛肉拌饭 哦 哇 太辣了 不是喝点菜 太辣了 江西蓝葱的回锅牛肉霸 哇 你看这个汤汁拌的饭 哇 来来来 嗯 嗯 江西没有不辣的菜 但这一家是我在江西吃的最不辣的 知道吧 嗯 每一遍哪个来到这里来都说不过去 我想江西的辣真的是全国最辣的地方 嗯 嗯 你要这里来吃啊 你还知道什么是 中国的心 江西的味 地道 南昌社区味 大家好 经济消费 四个银菜 208元 哇 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我真诚地给老板提一个意见啊 他这个牛肉和这个鱼头 他的炒菜做得非常好 这个肘子都那么趴短 有点硬 我打包了啊 那么好吃的腰花 佐料要配的特别好 然后他居然加的是香精芝麻油 哇 这个就有点老火了知道吗 你就是这么好的老店 你为什么要加这种香精芝麻油呢 是不是 我估计也是老板被人忽悠了 但是我不能浪费 啊 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 佐料味道是好吃的 只是说那个香精芝麻油 别人吃不惯啊 好吃完 大家都知道哈 我对食物的要求是 不管你做的再好吃 一定要有全食材的 如果你是添加剂的 我说了 只能叫工业快餐 对吧 希望老板看到我这个视频 一定改善一下 你这个香精芝麻油 我这个是一个很善意的提醒啊 很善意的意思 希望他们越做越好 这种老店必须保留老传统 老手艺 还有老的食材 老手艺